第15题 乘上题 阿中将实验资料化成加热时间与上升温度的关系图 则下列图是何者正确 我们从实验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同样加热一分钟 我们的100克干油 它所上升的温度是最多的 而我们的200克干油 它上升温度是最少的 所以我们在相同的加热时间的情况之下 200克干油所要上升的温度要最小 100克干油要上升温度要最多 所以显然我们的选项A是正确的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阿中将实验资料化成加热时间与上升温度的关系图 则下列图是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